这里就是参加尊义会议的所有的参会员 毛主使中间 这里是尊义会议博物馆 他爱毛主使这个会议之后才确定他在这里 他在新城里面 这是老城的文化中心 这边是新城做生意的 还不能做我们老城 那到时候最大选择 他都军事 他都军事 尼德 尼德 尼德在争议会议以后才博多他们 尼德是德国人吗 共产国际派过来的呀 他是军事部门的 他不是 他现在有些野兽上面是骗我们中国来的 包括他是德国 这里就是尊义会议的会旨 毛泽东的政权就被决定了 就在这里 完了 我们就往里面走 好 这里有点急 原来的中国工农军的工农航军的军旗 毛主席的士子长征 好 那就是门口 今天我没有带牌杆子 所以拍到 我们在里面走 现在二楼不能上去了 走 往里面走 这就是当时的 保守党的秘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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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党众生 积极工作 对党众生 积极工作 为共产主义 奋斗终身 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要是不想要的 有途半岗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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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要是不想要的 打开 这里有途半岗 是不想要的 是不想要的 有途半岗 是不想要的 是不想要的 在哪里 当时的途半岗 你得不想要的 明镜与点点栏目